Dream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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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Jacob Dream 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你好 我是11歲上海人 你在越南 越南北越是吧 對 在河內 去你以前生活過的地方 很好 Dream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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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裁老共了 他的經濟就撐不住了 我們最後肯定會贏的 哪怕最後我們的經濟倒退五年十年 台灣變成阿富汗 但是台灣也是贏了 因為民主贏了 但是如果真的到那一步 那台灣不就被解放了嗎 你看現在 現在烏克蘭也不是天天在YouTube上面 跟Twitter上面都是烏克蘭贏了 馬上要反過莫斯科 所以你覺得這個可能會拖一陣子就對了 對啊 但是拖一陣子就算 你們肯定會打打臉游擊 或者說是抵抗一陣子 抵抗的時候那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百萬國軍要反攻大陸了 OKOKOK 反正只要 只要沒有消滅我 我就是贏的 是是這樣就對了 對啊 你在Twitter上面 在YouTube上面肯定是贏的 OKOK 在Twitter網路上面我贏了 OKOK 好 那第二種情況是 陪洛西來了 我們也沒有採取過激的措施 那就贏麻了 贏大了 陪洛西來了 你們有 對啊對啊 我們贏麻了 那就是贏大了贏大了 然後 你看 陪洛西來了 大陸都不敢採取任何行動 那是 往上往下都贏了 對不對 對沒錯 從媒體上面肯定是贏了 世界又再一次看到了台灣 然後又再一次打中共臉 然後中共就是 反正怕了美國啦 就這樣 對 雖然很多世界上的 YouTube上面的 Twitter上面的 用戶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就像台灣人不知道有幾個蘇丹 對不對 你們知道蘇丹有幾個 鋼國有幾個 分鋼國民主共和國跟鋼國共和國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蘇丹有幾個 我真不知道 OK 蘇丹 對啊 對啊 所以像 尼日帶頭的尼日 尼日利亞 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嗎 不要考我 但我知道不一樣 沒有 對對 但是 但是 就世界上大多數的人 我敢肯定的是 他們真的不知道 台灣的確確位置在那 很可能以為台灣 在那個 可能 沒有 保險潘島上面 不對 不對 真正知道 很多老外是把台灣跟 Tailand是搞混的 這是真的 OK OK 如果真正知道過台灣 知道過 知道台灣跟大陸的一些聯繫 跟經濟往來的 對 在他們心中是 這肯定不能打仗 一打仗他們的生意怎麼樣 嗯 好吧 然後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呃 培洛西沒來 嗯 沒來台灣也贏了 你看 沒來台灣也贏了 對 台灣在中美之間 進退 呃 有餘 對不對 游刃有餘 游離在中美之間 游刃有餘 在中美之間 然後那個 老共不敢越雷池一步 美國也不敢輕易放棄台灣 挑起事端 欸 我這個不懂啊 就是說 培洛西如果最後沒來 那不就是 美國怕了老共嗎 那台灣為什麼贏了 好 呃 是不是 我說的沒有邏輯 你覺得 對嗎 對呀 邏輯不對啊 培洛西最後沒來 那美國就怕老共啊 那台灣怎麼會贏 好 那 世界看到台灣台灣贏嗎 跟那個范教授一樣 對 嗯 那那傑克 我 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在 呃 華人區 很多的詐騙的話 都是閩南口贏 欸 不知道 嗯 這是用來過濾的 就是當你聽出閩南口贏 你知道他的詐騙的話 因為人家不想浪費時車在你身上 也就是說 他的目標客戶就是那些智商可能比較低的 沒有接觸過呃 這種外面世界的然後 認為事實就應該他說的樣子 這樣精確的客戶我才能花更多的時間去騙他 也就是說 你台灣現在的輿論宣傳 就是對著那那批沒有見過失眠 然後 說什麼他就會去相信的 他要儘快的過濾掉 你們 可能會有反對什麼 像我這種 對 因為 他的宣傳不是說給你聽的 哦 他說給 他想聽的人說什麼都可以 哪怕是沒有邏輯 哦好 所以你再把那個就是 裴洛西沒來台灣贏的那個論述再講一次 裴洛西沒來為什麼台灣贏 裴洛西沒有來 是台灣可以 游刃有餘的在中美之間 然後老共不敢碰台灣 美國也不敢輕易的捨棄台灣這顆棋子 反正什麼沒有道理就從說就可以了 因為 挺民進黨的人 就不會用邏輯去分析 哦 會用邏輯去分析的人 嗯 可能都在大陸賺錢了 哦 好好 OK 反正裴洛西沒有來 反正有很多種說法就是台灣也贏了 就是這樣就對了 哦 反正不管怎麼樣 在網上 台灣肯定是贏了 裴洛西如果沒有來 哦 這一次裴洛西雖然沒有來 但是世界上大大的又看到了台灣 哦 台灣的重要性在美中之間不言可喻 所以美國更不會放棄台灣這麼重要的一個戰略夥伴 哦 所以台灣贏了 哦 好 對 隨便什麼說法 好 都是台灣贏了 好 OK 所以 所以 我們現在很少有件事情讓國共兩黨 然後加上民進黨 加上民主黨 加上共和黨 都非常支持的 現在就有一件事情要裴洛西來 嘿 嘿 我們就再等兩天吧 看他來不來 哦 你覺得再過兩天他就來了嗎 啊 看他來不來嗎 哦 反正 看他來了 這麼快 或者不來 你今天要怎麼宣傳吧 哦 好好 OK 你這麼快哦 他不是還要去韓國 你哪有這麼快 沒那麼快了 哦 兩天沒那麼快了 哦 好啦 到時候再看了 哦 好啦 喂 JEN哥 喂 啊 好好好 那謝謝你啊 好 就這樣啊 啊 沒事 好 OK OK 好 拜拜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好 下一位 在我接你之前 我先上個廁所啊 你等我一下啊 等我一下 我上個廁所啊